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是个商业间谍 在现代社会中 商业间谍几乎是无处不在 厉害的商业间谍甚至能操控一家上市公司的生死 能掀起一场惊心动魄的金融大战 今天我就借着近期发生的一些事 来给大家讲一讲商业间谍的精彩的故事 近来随着美中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中共开始把手伸向了在中国的那些西方公司 当然了 做事情总还是要讲究一个有理有据 面子上总是还是要过得去 于是中共先是高调宣布要重新修订反间谍法 并加大了法律层面上的执行力度 在有了所谓的法律依据之后 中共立刻动手了 从今年4月下旬开始 陆续有多家美国在华的商业公司 或者是咨询机构遭到了突击调查搜查 员工被带走问话 公司的电脑手机被没收 公司的重要人员被监视等等 其中包括全球三大管理顾问公司之一的贝恩咨询 还有美国净职调查公司明资集团 更有甚者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 在北京的分公司被停业了三个月 罚款人民币2.1亿元 那么最新立起就是国际商业咨询行业的龙头企业 叫做凯胜荣英 在大陆好几个城市的分公司 同时遭到中共警方的突击搜查 中共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说凯胜荣英 经常会主动联系一些中国的中共的国防 或者科学领域的官员 以此来获取一些敏感数据 或者是情报 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的风险隐患 这当然是美中关系恶化之后 中共所采取的这个报复性的手段了 这个凯胜荣英 号称是中国最大的行业专家知识信息服务供应商 其主要业务就是像中国大陆的企业 尤其是金融行业机构提供商业信息资讯 同时也为西方公司提供他们所得到的 有关大陆的政治商业金融等等方面的资讯 据报道在这个大陆最大的前20名风头或私募基金机构中的90%都是凯胜的客户 另外在中国总资产最高的前20家证券公司也都是他们的客户 可见这个凯胜在业界的龙头老大的地位 而且自古以来利用商人来打探对方的情报的这个事司空见惯了 商人由于他的职业特殊性本身就是四处游走 八方结交见多识广 有些商人甚至是手眼通天和当地的政商界的高层关系密切 在和当地人做生意的过程中有意无意的打探消息非常正常 而且也很容易获取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美国在中国有商业间谍 中共在美国那更是大把的各类间谍 这点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而且像凯胜这样的咨询公司提供的不就是信息 那就不可能避免的会有所谓的敏感信息 但一般情况下只要双方还不到撕破脸皮的这个地步 是不会把事情做到这种做绝的这种程度 可见中共现在和西方的关系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了 那么通常而言商业情报分为三种 公开情报 非公开情报和机密情报 咱们首先来看看公开情报 这类情报几乎全部来自于公开的信息 就是每天从当地的报纸 网站 广播电视 这些公开的信息渠道中就可以获取的 这些情报不但免费 而且很多人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些竟然也是情报 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大豆出口国的新闻报道 说当地的持续旱灾 农作物欠收 那么你就可以从中断定 今年他们的大豆产量一定会减少吗 于是你就把这个情报转告给了 专门从事农产品期货交易的那些公司 他们在大豆期货市场上就会做空 这家公司这个国家的农产品的企业 从中大赚一笔 还有很多商界人士或者是企业高管 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 他都会提到很多关于他们公司的内容 比如说他们的下一步的战略目标 他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等等 这些都是公开的情报 可以用来推测这家公司的经营情况 并做出相应的应对 还有公开信息来源就是这些大公司的官网 在官网上可以找到相关的人员资讯 品牌资讯以及产品信息联系方式等等 这些都可能成为有用的情报 像我们做节目 很多资讯的来源也都是从这些官网 从这些公开信息中获取的 而非公开情报的获取就需要经过培训的一些专业人员 通过和目标公司的各种接触 或者使用一些网络工具来分析这个公司的财报等等数据 而从中获得一些非公开情报 最难的也是最精彩的就是获取这个机密情报的过程 很多谍战片里面的情节并非空穴来风 现实生活往往比电影更加精彩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非常精彩的故事 这家公司的这个故事堪称是欧洲金融史上最惊心动魄的诈骗案 1999年一家名为威卡的金融科技支付公司在德国慕尼黑成立 威卡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德国版的PayPal 或者是德国版的这个支付宝 成立之初正好是互联网泡沫的后期 这个公司勉励支撑举步维艰 但一直没有倒 直到两年之后 2002年曾在四大会计数所之一的这个毕马威 担任过高级顾问的马库斯·布朗 成了威卡的CEO之后 威卡开始了惊人的崛起之路 马库斯上任之后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收购了一家即将破产的上市公司 这就成了这个威卡后来一系列金融诈骗的第一个壳公司 在马库斯的运作之下 三年之后的2005年 威卡成功上市 而且因为它是这个借壳上市 所以公司并没有做出首次的公开募股这样的一个举动 这就规避了监管机构对公司进行的上市审查 2006年 威卡又通过收购另一家濒临破产的小银行 而正式进军银行业 通过收购这种即将破产的这些公司 威卡不但可以轻松的规避监管机构的审查 还可以迅速扩大它的业务规模 尝到了甜头之后的马库斯 交易所中的DAX指数的成分股 这意味着威卡正式进入德国最顶尖企业的行列 当时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出访中国的时候 都曾经亲口向习近平推销过威卡 威卡之所以会被德国人如此的喜爱 如此的推崇 也是因为长期以来 引领德国经济的依旧是那些传统的老牌企业 宝马奔驰这些企业 德国实在是太缺乏一些像美国硅谷公司那样 充满了创新和动力的这种新兴高科技的这种企业 尤其是在金融啊软体行业 我们再把时间倒回去一点 2014年的时候 威卡迅猛发展的势头 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 他叫丹麦克朗 是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个调查记者 他对这个商业诈骗案件非常有兴趣 经常会寻找这类的题材 有一个对冲基金的经理人跟他提到过 说有一家叫做威卡的德国公司 很可能有猫腻 你可以去查一查 丹就拿出他们的这个年报嘛 这是公开信息是吧 从年报中发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地方 就是威卡的发展确实非常迅猛 但是从2011年到2015年 他们的大部分交易业务全部集中在亚洲 他们收购了很多亚洲的公司 并且在新加坡成立了亚洲业务的总部 而且正常公司是通过扩大客户规模 来实现增长和盈利的 而威卡却是通过收购那些公司来实现盈利的 这让丹感到很奇怪 在深入调查下去之后呢 丹发现还不仅如此 这些并购合约上的细节和数字 根本是对不上的 威卡购买了许多的企业 这些企业本身也来路不明 那么丹就尝试着联系维卡 表示想要采访他们 但立刻遭到拒绝 这就更让丹感到有问题了 像金融时报这样的大媒体的采访 正常公司那是求之不得 没听说过我想金融时报要采访他 他还要拒绝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就在这时候 一个空投机构的经理叫马修 他找到了丹 咱们拐出去一下 这个空投就是在股票市场上 专门做空的金融机构 他们会找一些 他们认为经营不善的企业 并预判他们的股价 未来一定会下跌 于是便通过买空这些企业来赚钱 空投虽然名声不好 但是为了赚钱 他们会认真调查研究 他们的目标企业的各种情报 就好像一个金融侦探一样 空投们已经观察这个威卡两年多了 他们发现这个威卡的主要业务 就是帮助解决一些盗版电影网站 和一些网络赌博机构的支付问题 帮他们做这个支付 第三方支付 虽然不合法 但很赚钱 空投需要让外界知道 这个威卡存在问题 把消息散播出去 这样才能够导致威卡的股价下跌 那么空投才能从中赚到钱 马修找到丹 也是为了这个事 他把丹约到了一家 安静的日本餐馆见面 这个两人见面的场景和这个电影中一样 瞧不瞬息地坐在那 马修悄悄从桌子下面 帝给担一个大袋子 里面装着满满的120页 马修整理的有关威卡公司的各种财务报告等等 这份报告后来被称作叫扎塔拉报告 里面详细记录了威卡 为那些非法赌博所提供的服务记录 以及详细的进出账目 尤其是和美国佛州的一些非法赌博网站 他们的合作 引起了马修的重点关注 注意 为非法赌博提供服务 那么就是洗钱 但是威卡对此早有防范 他们充分利用了金融监管中的很多漏洞 这些漏洞说白了也很简单 就是利用一家清白的海外公司来做交易 把赃钱通过这家清白的海外公司一捣手 就变成了干干净净的钱了 在和威卡交易的这些海外公司中 有一家叫做蓝色工具的 位于英国的一个偏僻的小镇上 马修为了验证说 这家公司到底存不存在 亲自跑去了这个小镇上 结果一看 他按照这个注册地址找去一看 是一户极为普通的老人家 里面住着一对老夫妻 他们压根就没听说过这个威卡的名字 不知道 他们说那几年前确实有一个人来找到他们 说只要在一张纸上签个名字 就能拿到50英镑 然后平时帮他们说说信就得了 天哪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居然有一家公司在这个地方 每年几十亿几十亿的往美国打钱 这就是典型的空壳公司 而类似这种空壳 威卡有好多好多在全世界遍布全世界 查到这儿 马修已经彻底明白了 这个威卡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 诈骗公司 拿到了扎塔拉报告之后 丹以为就胜券在握了 他连夜写好调查报告 马上发表在了金融时报上 但是这个单显然是小看了这个威卡 威卡立刻给金融时报发来了律师函 反咬一口说金融时报和这个空头机构 勾结做空威卡 从中牟利 并涉嫌操纵股价 而且扎塔拉报告中 很多这个专业知识 普通百姓根本看不懂 你没法讲给他们听是吧 很多内容也很难解释清楚 其真实性便遭到了外界的质疑 更要命的是 那个时候的威卡已经成了 德国民族振兴的这个象征了 而金融时报对威卡的爆料 被德国人视为海外 对针对这个德国企业的阴谋 是国际做空机构 对德国本土企业的恶意攻击 德国政府不但没有启动调查 反而力挺威卡 威卡已经不是大到不能倒 而是为了德国不能倒 那段时间里面 丹也经常受到这个人身威胁 那这个丹呢 他不是一个轻易退缩的人 经历了这些之后 他的问题已经不再是 这个威卡有没有问题 而是威卡的问题这么明显 为什么竟然一直没有人查呢 这时候丹注意到 威卡公司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威卡的二把手 首席运营官杨·马萨利克 他虽然一直躲在CEO马库斯的身后 但是正是他挡住了 所有对威卡的质疑 2018年威卡迎来了大爆发 股价从77欧元飙升到了193欧元 市值一度高达240亿欧元 一举拉动了整个德国的股市 威卡也理所当然的成了德国最优秀的 30家精英企业之一 有了德国官方的背书 更多的资金便放心的涌入威卡 有了钱 威卡就更有信心和实力来对付那些不怀好意的空头们了 这时候丹接到了一封来自新加坡的邮件 告诉他说 新加坡才是攻破威卡的阿卡留斯之种 刚才我说了 威卡的大量业务都在亚洲 它的亚洲总部就设在新加坡 而新加坡很多商场酒店几乎都在使用威卡提供的支付业务 这次主动联系丹的竟然是威卡亚洲部的前法务主管 他向丹讲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公司的内幕 他任职新加坡之后 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来自财务部门的内部举报 举报内容让法务主管大惊失色 原来举报人是公司的一名会计 某天他参加了由这个公司的财务主管主持的一个培训 一进去一看 我天培训内容竟然是教这些会计们如何做假账 如何编造数据 如何让数据看起来很漂亮 这位会计当场傻眼 事后他立刻向这个法务主管举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法务主管一经调出所有公司的账目 仔细再一看 我天这家大名鼎鼎的金融服务公司的账目上 竟然充斥着伪造诈骗 违反信托条例 贪污洗钱等等这些犯罪行为 他赶紧整理好证据之后 立刻报告给了德国总部 原本他满心欢喜的以为会得到来自总部的嘉奖 或者是升职 没想到等来的竟然是被赶出了公司 炒鱿鱼了 而这一切都是杨马萨利克的杰作 愤怒的法务主管在离开公司之前 偷偷的在硬盘里面备份了公司的邮件 这个财务报表等等 现在这个70个G的这个硬盘呀 交到了丹的手里面 丹赶回伦敦之后啊 金融时报非常重视他带回来的情报 特别成立了一个秘密调查小组 为了防止微卡的监听和监控 微卡很厉害 到处搞监听监控 还用这个黑社会手段 威胁那些知情人不准讲话 闭嘴是吧 这个丹主持的这个小组呢 在一个秘密的地点办公 并使用一台离线电脑 来审查那些秘密资料 整整六周之后啊 一篇新的调查报告 发表在了金融时报上 不到一天时间 微卡的股价直线下跌 当天就蒸发了80亿欧元的市值 哎 不要以为微卡就倒了 微卡依然没有倒 微卡对金融时报的这个指控 立刻做出了反击 当然还是利用这个 德国人的民族情绪嘛 宣称啊 这是外国机构 对德国民族企业的恶意攻击 果然德国金融监管机构 立刻表态 要尽力保护 这么优秀的民族企业 是吧 他们不但立刻颁布了 禁止做空微卡股票的行政命令 还对丹发起了刑事诉讼 哇天 哎呀 这下激怒了英国人了 金融时报上下是同仇敌忾 决心扳倒这个巨无霸 丹在仔细研究了 这些情报资料之后啊 决定从微卡的交易对象身上 找突破口 微卡在亚洲的主要合作伙伴呢 有三个 而亚洲业务又占据了 微卡全球业务的一多半啊 于是丹决定对这三家 亚洲公司展开调查 结果发现和那个英国小镇的情况 如出一辙 三家都是空壳公司 尤其是位于这个 菲律宾的那家公司 也就在一个普通的小房子里面 一个老年的屋主 屋主拿出了一封信 上面是微卡公司 所提供的交易数据 还有好几封这样的信啊 都是伪造的交易数据 单一件之下 这个大喜过望啊 这都是白纸黑字的证据 而且通过这些证据啊 看完之后 简直差点晕过去 他以前以为这个微卡 是夸大了自己的业务 或者是虚报了自己的业务 但是他们还是有业务的 但是真实的情况确实 微卡竟然没有任何业务 全靠玩弄 数字游戏生存 他们所有的商业伙伴 都是空壳 支撑整个公司的所有业务 都是虚构的 他们除了在世界各地 租办公楼之外 雇一些办公人员之外 没有任何真实交易存在 但是因为他们巧妙的包装 和来自政府的背书 竟然就有上百亿的资金啊 流向他们公司 让他们可以 把这个惊人的骗局 就这样一直玩下去 可是一家这么扯淡的公司 怎么可能就这样 肆无忌惮的玩下去呢 是吧 维卡背后的这个 这个杨马萨利克 绝不简单 这时候啊 故事的另一个主角登场了 他是南德意志报的 调查主管施密特 一天呢 他接到了一个这个匿名电话 他也一直在关注这个维卡的事情啊 一天他接到了一通匿名电话 让他关注一个地址啊 就是慕尼黑摄政王街61号 并告诉他说呢 那里是杨的一个秘密据点 他会定期去那开会啊 或者约见什么人 而且跟他见面的都是什么人呢 什么奥地利的这个特勤局的特工啊 什么利比亚前情报主管啊 什么俄罗斯的克格勃官员等等 而摄政王61号的对面 就是俄罗斯大使馆 这些资讯让施密特心头一惊啊 难道杨竟然也是俄罗斯的情报部门的什么特工吗 再联想到一下他这个杨过往的一些 手可通天的种种事迹什么 施密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判断 有没有可能杨在利用这个威卡来收集情报呢 要知道威卡可是支付巨头啊 是吧 他每年处理的这个交易 至少都是上百亿级别的 而这些信用卡交易记录是没办法骗人的 谁赌博啦 谁看什么小黄片了 谁买了不可告人的服务了等等 这些情报很有可能成为去要挟某些人的武器 杨自己是一个奥地利人 但他很有可能已经成为了这个俄罗斯 在给俄罗斯充当间谍 商业间谍 再后来金融时报驻奥地利的记者也提供了一条线索 他有个线人呢 有一次参加过杨举办的一个聚会 在聚会中啊 杨告诉这个线人 他想在利比亚训练一支两万人的边境保卫部队 以阻止这个难民涌入利比亚 这番话令人费解啊 一个上市公司的COO 首席运营官 为什么要训练武装力量 还要挑起这个边境的纠纷呢 是吧 这背后很可能存在大国博弈 俄罗斯一直希望插手欧洲事务 而利比亚的难民潮正是欧洲各国焦虑的问题 这件事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史密特联系上了金融时报和丹 把他知道这些情况告诉了他们 金融时报决定重拳反击 这次金融时报改变了策略 决定以激起更大的民众的关注 才能够掀起更大的民意 靠这些民意才有可能扳倒威卡 他们决定用最简单的语言 和最能引起大众关注的标题 让人们搞清楚威卡的骗局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金融时报从那天开始 一天一篇的这个报道频率密集轰炸 浅显异懂的文字 配上铁证如山的证据很快就产生了效果 威卡开始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 而压倒威卡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 因为威卡之前的所有的会计年报 什么都是由安永来做的 在看到了金融时报的报道之后 2019年 安永拒绝为威卡签署当年的账目 因为他们公开表示 找不到威卡所声称的 在菲律宾两家银行里面 高达19亿欧元的现金 没有 没有这笔钱 没有19亿欧元 没有这笔钱 转年安永就举报 威卡涉嫌财务造假 几天之后 威卡宣布破产 CEO马库斯被捕 金融时报和丹得到了最后的胜利 但是那个杨却失踪了 他最后一次现身 是和他的几个特工朋友 吃了一顿晚饭 他们帮杨订了一张 飞往菲律宾马尼拉的机票 杨给了他们8000欧元 从此之后杨就人间蒸发了 威卡倒闭之后 德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主席 被迫辞职 德国会计监管机构主席 也被迫辞职 而为威卡站过台的 德国总理默克尔 不得不接受了 调查委员会 长达几个小时的秩序 威卡是德国在战后 最大的一起金融诈骗丑闻 不光是德国 是在欧洲 最大的一起金融诈骗丑闻 他的受害者遍布世界各地 德国金融机构的声誉 也因此一落千丈 而金融时报的记者丹 则被授予了 德国调查记者最高奖 这件事后来被写成了 济世文学 也被改变成了电视剧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订阅我的频道 也感谢您的分享 另外我还有一个 专门讲述西方艺术史故事的 这个会员节目 叫做大话西游 内容都是些 响当当的名字 背后的那些精彩的故事 会员网的网址 就在每期节目的 评论区的置顶处 欢迎您有空去看一看 再一个愿意捐助 我这个频道的朋友 捐款网站就在 每期节目评论区的置顶处 或者您现在扫描 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 也是可以的 好了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新闻最潮点 咱们下次见